观众朋友,今天我给大家讲一段历史传奇故事,薛刚反唐。 这个故事发生在唐高宗李治在位,历史上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。 这二圣是谁啊?第一个就是高宗李治,第二位呢?那就是那位皇后,吴则天,就那位吴赵,则天皇后。 李治曾经被人称到过,管他叫天帝,天帝怎么回事?是天皇,天皇是日本,他就称天帝。 那么呢,吴则天呢,这皇后呢,那就是天后。 哎,吴则天不是叫五妹吗?那是唐太宗啊,赐他的这么一个号,叫五妹。 唐朝建都呢,在长安,当时啊,吴则天还没有大权独揽呢,还没实施他的库立政策呢。 那个长安城还是很热闹,吴,三百六十行五行八桌啊,你可得买卖破户临辞致比。 那广子啊,挂得是满街满巷,写什么的都有,都写什么呀,什么清仓大甩卖,不惜血本大牺牲。 那年头有这词吗?哎,他什么时候这库里这货压多了,他得想足以把他卖出去啊,反正。 在长安城的东大街陆北里有个大酒楼,这酒楼啊,叫会仙楼,这酒楼可了不起,是用这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酒字堆起来的。 属他这热闹啊,当时啊,有一位大诗人,叫卢兆林,曾经称道过长安古义。 他写了一首长诗,开头几句是这么写的。 一群骄�鸟,共蹄花。 这首诗,写的是有薄有匾啊。 这个长安反正当时是挺热闹是真的,尤其这个会仙楼人。 由于他这个楼特殊,所以啊,这十克云集,招来好多美食家。 这饭馆啊,挂十二个广子,干嘛挂那么些广子。 哎,过去,这十克云集,招来好多美食家。 这饭馆啊,挂十二个广子。 干嘛挂那么些广子? 哎,过去,这十克云集,招来好多美食家。 我去这饭店的广子可有说的。 哎,一个广子呢,就小饭铺了。 哎,俩广子呢,就是呃,带炒菜了。 四个广,南北的碗菜,英式小麦。 八个广子,那就了不得了。 怎么,就可以成席了。 咽吃席,也牙吃席。 十二个广子。 那您就要不短了。 天上飞着,地上飞着,荷里覆着,草坑里旺着。 您就说吧。 什么这个油爆冰壶啊,炸蚊子胆哪,都有。 反正你要什么要不短吧,也没有要这菜菜。 这九楼啊,有点特殊。 特殊的什么地方? 它搭的是古街的凉棚。 外边全是散座。 中间有腰栓,两边有雅座,后边有后堂。 高冰贵友来了,请到楼上。 哎,唯独今天,这九楼啊,一个饭客没有。 可这门前呢,站着好多人。 这些人呢,也说不上他是家将,还是打手。 只见在这个九楼的这大门的右侧啊,这儿立着一根庄角。 在这个庄角上绑着一个人。 那可真称得起是五花大王。 这人是碰头共面,披刺着法迹,满脸是血。 大概给收拾的,半死不活了。 他捶着头,连睁眼的力气都没了。 在这旁边站了几个标行大汉。 手里头提着劈鞭,看样子,随时可以拷打。 那黑王鞭呢,鞭半有河头粗细,一丈多长啊。 两鞭子下去,这血就得出来。 这些打手也太吓人了。 一个个眉眉立着眼睛弄着腮帮子撑着太狗着。 脯子肉都翻着赤子肉全横着。 好家伙,各的各都像凶神恶煞一样。 就被绑着这文若书上,再给几鞭子。 那这人就完了。 大伙看着都揪心,可谁也不敢管。 连个出大气的都没有。 就在这时啊,听远处,有人喊一声冤枉。 一切都被所有人的目光都给引过去。 只见有小巷口里出了一个懦弱的女子。 年纪啊,三十上下了。 砰头碰面,伸昭蓝山怀里头抱了一个小包裹。 别看头没梳,脸没洗。 更谈不到什么三环首饰,戴什么花朵了。 可但是,虽然这样也掩饰不住。 她的俊梅,这女子长得真漂亮。 哎呦,这谁啊? 感情啊,这就是庄绝上被绑的那个人的妻子。 她是满面泪痕啊。 一边走着,一边哭诉。 哪位仁德君子? 救救我们夫妻。 我们是冤臣海底啊。 我丈夫,这是被人所害,才落到如此地步。 这几步走着到丈夫的跟前半跪半坐,就跪着这儿。 她想让她的丈夫睁眼看看她,可她的丈夫,这眼睛睁不开了。 怎么,眼眼一息了。 这些打手这么一瞧。 啊,她老婆来了。 干嘛,你想哭泣她一番啊。 嗨嗨,招打不你,刷。 被鞭子就举起来。 哎呦,有人心里都打个冷战。 怎么,看弱女的都受不了了。 还有人下着,把眼睛捂上了。 怎么,就这弱女子一鞭子下去,可能就完了。 这时,尤打这酒楼里边走出一人来。 慢着啊。 这些打手一看,刷的去都被鞭子全都收住了。 一个个是懦懦倒退。 大伙一看,从酒楼里出来这位,生的中等身材年纪也就是四十来岁。 此生的面黄肌瘦,张仇蜀木。 人都说这样人不好教。 那脑袋长得跟那张子那脑袋一样。 这耗子眼。 她头戴方巾,身穿锦袍,手里头摇了一把折扇。 有人可认识她。 这就是少王爷府里的大管家。 她走在这女子的跟前冷笑了一声。 小女子,你不要哭叫了。 哭叫也没有用。 你喊什么冤? 即便你写了状纸,谁敢收留你? 谁敢收你的状子? 即便她收了状子,能奈我家少王爷如何呢? 你要知道,我家少王爷可是奉子啊。 她说的还这一点不玄。 怎么和奉子呢? 感情啊,张天左这儿子,是武则天皇后的。 干儿,义子明灵。 可不奉子吗? 她有了孩子呢? 那就龙孙了。 所以这管家,这么大的气势。 你除非啊,搞得万岁爷的跟前。 即便那样,万岁爷也得跟皇后商量商量。 你这不是多余吗这不是? 话又说回来。 我们不是无端的把女丈夫给打成这样。 我家少王爷带你们夫妇可说是温重如山啊。 你们来到长安城是举目无亲。 因为女丈夫字写得好,画得也不错。 我家少王爷非常爱财,才把她收留在府下。 让她做些书画,我们拨给你一套院子。 而且使奴换背,连仆人都给你拨过去了。 插来张手,翻来张口。 你应该好好的写字作画。 可她不应该偷我们? 偷我们也不算。 我们王爷也不拿她当回事。 偷点儿,偷点儿了。 可是她不应该调戏。 我们王爷的串房大丫头。 这还了得吗? 你太极有此理了。 所以我们才打了她几鞭子。 为什么把她绑在这儿呢? 你们夫妻两个,不是都罪顾脸面吗? 嗯。 因为你们是读书人呐,是不是? 最要脸,今天我们要当着广听大众。 把你丈夫的罪过说一说。 哎,寒吃寒吃你们。 然后呢,就把她押到西关外。 或者是砍头,或者是活埋。 知道吗? 那么,你要真想救你丈夫。 这也不难。 你得亲自到我们少王爷跟前, 说几句好话。 但是你这么去不行。 怎么,你这什么样子? 你得好好熟悉打扮一番。 去见我家少王爷。 你好好哀求哀求我家少王爷。 是个心慈念软的人。 哎,也可能啊,把你们夫妻就放过了。 这女子听得这儿,呀呀呸。 这口脆的没有力气。 哎,她是联兵带恶着急上火。 要是一个懦弱的女子,她哪来那么足的气力啊? 就啪了一下,这口脆的脸上。 嗯,让她倒退几步,她不可能啊。 真是一派胡言啊。 你们欺人太深。 欺负我们夫妻。 不但加害我家战口, 还要霸占奴家我。 这么大的长安城, 难道说,就没有一个主持公道的人吗? 你们要害死我丈夫。 在她为死之前,我先一同碰死在此处。 哼哼哼。 郭安家,冷笑了一声,你碰死她。 那是你自愿的。 随你的便吧。 这女子挣扎掉起来。 这真香啊。 这一头朝这庄子就转过去。 就在这时,有人喊了一声慢着。 接光,接光,接光。 我看怎么回事,我看。 有一小孩往里挤,他要挤过去。 好多大人就穿着脖子,动着眼,指着里,三层外三层。 没人敢往前凑啊,都在寺外那围着。 这都看都看不着,一孩子还往前挤,挤什么呀你。 这小孩有点急,我说怎么回事这是? 啊? 接光不行吗? 因为他个矮。 他看不见着急,我说。 一抬手照这位累着根,在蹦一下。 给戳了一手指子,这位差点唱了气。 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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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说谁给我一篮头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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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一脑的红头发,头上梳着冲天柱小拉签,别人那冲天柱嘛,那小边梳得直溜溜的,多好看啊,他这头发太软了,那那冲天柱梳往前凿着,使红头绳勒着都顺色了,可也有惊人的地方,就在他那小边边根上拴着一只金铃,真金的啊,二四看也没错啊,好。 风这么一吹,头这么一动,这声音特别悦耳,身着降紫色离间剑袖袍,上袖团花是有杀大袋,这袍子长了一点,有人说给他去一去,给他改一改,他不干,就这么穿着,那长了怎么办呢,他有主意啊,不是杀大袋呢吗,他前边抓一把,后边一把,左边一把,右边一把,嘿,脚底挺利索,上面是成脸棚子,大红中鹰,脚下一双香牛皮, 都跟斩药的靴子,在左蕾下带笔吧,短剑,一口小宝剑,有人认识这孩子啊,我的天哪,这不是成家的少爷吗,成月虎啊,人称花面太岁。 成月虎是谁啊,提他,知道的主很少,提提爷爷可全知道,谁啊,卢国公,成要金啊,好,这位可成要金的,掌上明珠啊。 成月虎怎么上这儿来呢,他跟他最好的朋友在对面那儿喝酒呢,对面有个小饭铺叫两亿轩,他几天来看这儿呢,那朋友还在那儿喝呢,那朋友谁啊,三角主,薛刚。 今儿这劲费大了,好不容易给薛刚请了半天假,哥俩出来溜达溜达,主要就为过过酒饮,喝点酒就赶快回去,本来是奔这会仙楼来的,等到这儿一看,说人家把这楼包了,一着整月虎啊,就打进去。 对,包了,谁包了,他包了,我钱就包了,非这儿喝不可,薛刚把这儿给拉回来,算了算了,怎么,放我半天假,啊,能让我出来喝口酒,这就是好得的恩典,兄弟,咱别惹祸,就对面喝下车,那能有什么呀,最大来个留肝尖,留白骨去,那就凑合了,行行行,哥俩在那儿喝,薛刚不让他来,你可别往前凑合, 怎么咱躲都躲不及,趁早,别跟着火乱,从而我不听啊,他觉得新鲜,我非得看看,因为什么,刚才那女子那几句话,她居然听见了这么大的长蓝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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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打火 打火